好,那檔案下載後呢,執行,安裝 另外一個官方設計檔也是,執行,安裝 好,那將PSP這個資料夾呢,右鍵,複製 到記憶卡根目錄上,右鍵,貼上,取代是 那檔案完成之後呢,我們複製完成之後呢,我們把畫面轉到PCP上 檔案放好之後呢,就以我這台三間型來做一個範例 那目前我這台的PCP版本呢,是6.60的 那麼建議大家在降級前呢,要先去看一下你主機板是哪一型的 透過查主板程式 這個1.0是有,可以在官方下面執行的 好,那我這個主板的話是09G的 好,那麼09G的它能降的版本,可以降到6.35 好,那剛剛我檔案都已經放好了 這個它就會做個降級 那麼你有,因為像,查,主板程式它也有,新版的到3.0 不過有個問題就是,它新版的3.0沒有辦法在官方的下面去做執行 那其實我們可以透過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現在說,就是到6.60的官方版本 都有非官方可以去直接套用 那,我就改到6.60 PRO-B9 好,所以現在的版本呢 看一下 好,這時候我們去執行 新版的3.0,查主板的程式 好,一樣是09G的 好,按插離開 好,按插離開 那麼呢,我這時候就開始做降級 那麼,也建議因為像降級這種它有一定的風險 那,電池除了要充飽之外呢 那,電池除了要充飽之外呢 我也建議插著電源 好,這時候按插 開始降級 所以,現在我使用到1.6公元 休息,按插這邊 說要充飽之外 那是2,6公元 將可以出爬,它這樣說 好,再次插進 into 形式 我們可以看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那完成之后按圈 好重新启动 我们查看一下版本 6.35 官方的 OK 好那么我要准备来降级的 那在降级之前呢 为了确保安全 那我们就是 一样查着电源线 那电力也冲在78%以上 那么我们要去执行降级程式 那降级部分 我有测过PSP GO 一定要全部都放在 内建的16G记忆体里面 它没办法放在记忆卡上面 去做降级 好按插 yes 这按插开始 好按插 好按插 这时候会亮蓝牙灯啊 并没有开蓝牙 好按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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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圈 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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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一下版本 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 6.20 这样就完成了 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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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